林毅来到了江南乡 今天她约了关雅谈望江码头施工的相关事 林总 您来了 工后多时了 进去吧 咱们就边吃边聊 吃饭期间林毅询问关雅一起改造工程大约什么时候能结束 关雅表示按照现在的工期最快还得两个月 林毅听这个进度还是太慢了 她决定明天再给关雅打四个亿的工程款 让关雅尽快完成 知道了林总 关雅心中不由感叹这辈子第一次见这么豪奇的家 对了 我成立了一家公司 名叫凌云集团 你们能不能帮忙设计个logo 这种小事交给我们就行了 林总成立的公司位置在哪里啊 双子大厦 林总真是年轻无为 双子大厦刚刚落成 它可是中海的新地表建筑 集团logo除了这些 还有其他设计需求吗 再加凌云大厦四个字 林总 您在双子大厦成立的公司 是有使用权 但更改大厦名字不大合适吧 碧王林一淡淡地表示 没什么不合适的 双子大厦我已经全款买下了 林 林一先生 您说什么 您把双子大厦买下来了 关雅听到这话顿时震惊不已 不敢置信地询问 碧王林一让关雅淡定点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 两栋大厦而已 两人谈完相关事宜 关雅邀请林一去家里喝咖啡 林一表示改天再约 而后关雅表示稍后就把工程具体情况发到林一邮箱 两人就挥手道别 这时后方来了一个林一的书人 居然是美女主任苏格 我还要喝 苏主任 你怎么在这里啊 林一 好巧 谁让在这里遇到了 扶着苏格的服务员表示苏格被一个渣男骗了 渣男当着他的面带着小三走 而后苏格就自己把自己关罪了 既然林一认识苏格 就麻烦他把苏格送回家吧 把苏格推给林一服务员转身就走了 林一一脸懵咋就把人交给他 林一一把抱起苏格 一边往停车场走一边问 苏老师 你住哪里啊 为什么有人长得人模狗样的 但骨子里却不是什么好东西 林一一呆 这不就是说他们吗 两人上车后林一问苏格家里在哪 不一会儿就到了半岛酒店 老板 这才几天啊 就成功拿下了 林一让王天龙别瞎说 王天龙一脸我懂我懂的样子就去安排了 林一一把抓住了苏格的手 你别喝了 怎么 怕我喝醉了 对你做什么 我又不吃亏